好 我們來看看這畫面 入秋以來最大規模的空屋 將來襲了這幾天 許多的縣市都出現了 空氣品質嚴重不良的 紫色的警報 部分的縣市有啟動了 巡查 工廠 攔截 汽機車等等的機制 要試圖要減少空屋的排放 我們來看看 這是高雄現在的畫面 好可憐的弟弟妹妹 臉上都照著口罩 這是85大樓 根本快看不到 空屋非常嚴重 對 其實透過這樣的照片 或是影片 其實我們看不太出來是哪裡 因為整個空屋 所以空氣品太差了 而且還要提醒大家 這空氣品質不理想 持續兩到三天 所以這幾天 如果說你本來呼吸道 就是不太理想 容易有一些呼吸道 即便朋友提醒大家 像小朋友或是老人家出門 千萬記得戴個口罩 比較好一點 對 不過也很多人想要問問說 到底為什麼這幾天 是有這個空屋的狀況 主要是大氣非常的穩定 所以導致有一些光化作用 再經過白天陽光 就會二次的反應 所以導致這個空屋狀況 真的不理想 提醒大家 不過還好天氣滿好的 來看到天陰狀況 目前外頭天氣 其實各地都是屬於個 多雲道晴的天氣 昨天在台東恆春半島 雨很大 雨很多 不過今天明顯已經少了許多 今天有雨的話 其實在北台灣 零零星星有一些 其他地區都是個晴道 多雲的好天氣 其實今天還是一樣 東半部稍微有點雨 但跟昨天來比 雨少了許多 在西半部地區 都是多雲道晴的好天氣 不過還是提醒 午後還是有三八號 另外要注意的就是 已經到秋天 前幾天大家覺得 早晚好像涼涼的 白天非常的熱 這幾天早上起來又覺得 溫度又回升了 雖然是秋天了 不過感覺好像夏天一樣 天氣還是好熱好熱 而且還要持續好幾天 到下個禮拜 未來這一週 其實都是穩定晴朗高溫的天氣 再來看到整個天氣狀況 是穩定的 據說在各地的天氣狀況 我們帶大家來關心 好 各地你可以看到 溫度其實來得滿高的 北部地區有機會來到35度 甚至大台北有機會來到36度 跟夏天沒什麼兩樣 那中南部地區高溫也是35度左右 南部地區特別山區 還是提醒一下 午後有西北雨發生 外島的地區也是穩定 而這裡在東半部 東半部其實相對整個台灣來說 天氣是比較不穩定 主要南邊有低壓雲帶 所以水氣帶上來的時候 在這個花東地區 還是有一些降雨的情形 但是今天比昨天少一些 溫度的部分也因為下雨的關係 32度左右 好 來看到外島 都是晴到多雲的好天氣 而且都不會下雨的 接下來看到剛剛提供給大家的空氣品質 空氣品質不理想 今天包含哪些地區 北部地區 中部地區 南部地區還有金門 空氣品質都是不好的 部分地區甚至是亮起了紅燈 所以還是要提醒一下 今天整個西半部地區 特別剛剛看到高雄地區 幾乎是可以看到 看不到高樓 因為這空氣品質實在太差了 今天還是不好 只有在花東地區 是比較良好的 其他地區是普通 提供給大家 出門的話 氣象庭漢廳來關心一下了 南邊水氣帶上來 在花東恆春 還是有一些短暫雨 但今天少一些 那西半部一樣 午後三八喉還是有機會 另外特別提醒 就是溫差很大 其實白天的話 高溫來到35 6度 感覺好像夏天 那這個時候 套東倒 紫外線指數還是蠻強的 所以出門 除了你像騎乘機車的朋友 要記得戴口罩 白天出門的時候 還要注意防曬 多喝水提供給你